WinCam它的驅動程式不用另外上 就是Win7以上就是USB插上去 它就自己就抓得到 所以你相對應的你只要有一個軟體 是可以把那個畫面開出來的就可以用 那我習慣是用 用那個Google 所以我會在Google上面 它這邊會有一個應用程式 那直接點一下 那一開始它只有這一排 只有這一排 那這個是它的線上應用程式商店 這個就有點像你手機上面的那個Play商店 可是這個是電腦版的 電腦版的 所以我們要裝東西呢 就直接點進來 那它就會有一堆類似App 類似手機那個APP的可以裝 一堆東西 那你要找那個網路攝影機的應用 就直接打Webcam Webcam 然後它就會找到這幾種都可以用 我用起來我是最喜歡這一個 所以我就選這一個 那你要用它呢 直接把它按加入就可以 這邊要加到客龍瀏覽器 加到客龍瀏覽器 所以你的瀏覽器要使用客龍瀏覽器 我們都是使用Google的客龍瀏覽器 它才有這些功能 如果你去用IE不行 用那個火狐狸不行 OPRA都不行 所以你把它按加入之後 按加入之後 那之後呢 你只要就是 客龍瀏覽器打開 你點你的應用程式商店 它就會跑出來 就會多一個工具 所以你可以把很多喜歡常用的 什麼倒數計時啊 要跟學生要比賽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倒數計時器 什麼等等 那你就把它放在這裡 那用的方式就很簡單 就把它點一下打開啦 那打開之後啊 它因為你要使用我的相機 那如果說你有裝很多個 假設你是NB 然後你就裝一個這個 那它這裡會多一個攝影機給你選 那你選你要用哪一個相機去照 那它會問你全鍵嘛 當然就要允許 好 然後允許之後呢 就會就可以使用了 就可以使用了 那因為這個它是有自動對焦 所以你的 你的手 你看你的手 只要東西放進去 它自己會調焦距 你就完全不用 不用再去手動去調 那這個解析度 也比較比那個 一般便宜的高 所以這整個合在一起 一千塊一定就搞定了 那因為好 又好攜帶 所以你去外面上課 尤其是上那個要操作型的課 就這個東西會很好用 就不用要帶著那個很大 大的那個食物投影機 那它一開始它是正反顛倒的 就像照劑子一樣 所以你這個反光可以拿掉 反光拿掉它就是左右是正常的 好 那所以我通常會用這個東西 來做投影 那因為瀏覽器嘛 又可以調整那個大小 你又可以調整那個畫面的大小 然後你就可以搭配你的 你的講解的東西 一人分一半的螢幕 去做一邊實際操作 一邊看到那個結果 那各位老師可以試試看 那你有登錄Google 就可以加那個應用測試來用 那因為你們現在電腦上面都有投影機 所以直接可以使用 好這位老師是